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巧克力古早味蛋糕会晃动的 而且烤的时候蓬发的非常的高 蛋糕的组织非常的绵密细腻 可想而知有多蓬松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7×7×3英寸的四方模具 要垫上油纸或是烘烤纸 而且必须高出模具至少3-4厘米左右 因为烤的时候蛋糕会蓬发起来 而且模具要包上三层的铝箔纸 就算我的模具不是一个活底的模具 我也是包上来保险 那么包的方式呢 记得不要包错方向 这样子的话水很容易进去的 包的时候呢 先垫上这层之后 再把这个弯曲的部分呢 包在外面 这样子就不容易进水了 包好三层准备一个大烤盘 我用的是9×9英寸的四方模 要更加保险就垫上一个小架子 在一个小碗当中敲开鸡蛋 我今天用的是Grate B的鸡蛋 好险哦 记得要洗手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因为呢蛋白呢 不可以有一滴的这个蛋黄 水分蛋的时候要小心 最好是用测量的方式 总共需要106克的蛋黄 还有208克的蛋白 之后用中小火来加热一个小锅 然后加入无盐牛油 要把它们彻底的融化之后 再煮一两分钟 你会开始看到油纹 而且冒小泡 就可以开始测试一下 要加热到60至80摄氏 立刻离火 加入一个碗当中 趁热的时候呢 要立刻过筛低筋面粉 无糖可可粉 一些的盐 把它们过筛下去 免掉颗粒 可可粉很厉害 有颗粒的哦 好了就用蛋抽 来把它们混合一下 混合的时候呢 可以用Z字形的方式也可以哦 混合之后呢 它一定是有光泽 而且带有彩带型的 如果它结块的话就不对 油温要对哦 之后再慢慢的加入牛奶 我分成三次来加入 加入之后呢 等它们吸收 再继续加第二部分 在中途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它开始结块是正常的哦 因为水油分离 所以呢 继续的混合 用这种Z字形 或是Z字形的方式来搅拌 搅拌好 是这样子的浓稠度 还蛮浓稠的 之后再加入106克的蛋黄 用蛋抽呢 以Z字形的方式来翻拌 这样子就不会有面筋 虽然烫面了 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比较保险一点哦 好了之后 你会看到它变成顺滑了很多 再加入一点的香草精 继续的混合 蛋黄糊的浓稠度也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面糊是可以拉丝的 不过低落之后 纹路很快就消失的 是这样子的浓稠度 之后 我们刚才208克的蛋清 或是蛋白 加入塔塔粉 之后用中速打发 打发呢 直到你看到大气泡 或是鱼眼的状况 就可以分成三次 加入细砂糖 继续用中速来打发 打发直到你看到 它的气泡开始变成绵密 而且出现这些朦胧的纹路 就可以停止一下 加入第二部分的细砂糖 继续用中速打发 这时候你可以开始看到 有一些光泽出现 而且有很浅的纹路 非常的软性的发泡 非常软而已 加入最后一部分 在这个程度改换成 用低速来打发 最后一个层次呢 用低速打发会更加稳固 开始光泽 有更深的纹路的时候 开始测试 提起来这样子 就是太软了 再打发都一下下 就可以了 那么你搅一搅 提起你的打蛋器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先直立之后 后面有一个大弯钩 这样子的状况呢 湿性发泡 而且它是稳固 没有流动性的 这样子才可以 不能太软 或者是太硬 要刚刚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松弛一下你的蛋黄糊 它是依然有光泽 跟之前一样的这种浓稠度 不要被吹干了 之后加入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用蛋抽 以轻盈的方式来翻拌 记得不要太处理的话 圈圈 我们要从底部这样子翻起来 用蛋抽慢慢的混合 混合直到它的颜色 开始一致了之后呢 改换成用刮刀 以轻盈的方式来翻拌一下它的底部 因为蛋抽呢 翻拌不到底部 这样子的浓稠度 比较稀的彩带心 之后呢 我们的蛋白霜 也稍微的松弛那么一下下 倒入刚才的蛋黄糊 呈现比较稀的彩带 之后用蛋抽 一样以轻盈的方式来翻拌一下 不可以画圈圈 我选择一开始用蛋抽 因为蛋抽混合会比较快 太慢混合好的话呢 也会导致消泡的 所以最后用刮刀来轻盈翻拌一下底部的部分 让它们混合的均匀一点 是有彩带性 比较稀的彩带性 从高处导入大概三分之二的面糊 这样子可以除气泡 可以拉出彩带性 而且同叠的面糊 刮一刮 除掉气泡 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刻 加上一些巧克力力 那么面糊的水分 比较高一些 比较稀 所以这些巧克力力很容易垫底的 你们可以预先撒上一些面粉 在这个巧克力力上面呢 之后再把它们撒上这个面糊 这样子它可能就不会垫底了 我忘了做这部分 所以我的就垫底了 再把其他的面糊倒上去 来覆盖我们的巧克力力 之后呢 用竹签来戳掉这些大气泡 要不然烤的时候呢 顶部就没有那么顺滑了 之后用差不多70摄氏的热水 我们要做水浴法 用这种水浴法来烤蛋糕 不会开裂 把我们送进预热烤箱 上下火不开旋风 在最底层烤 预热到155摄氏 烤80到85分钟 烤15分钟之后呢 它顶部会形成皮 在这个时候再来撒上巧克力力 在顶部做装饰 它就不会沉淀下去了 继续烤 烤的过程当中 它会蓬发的非常的高 看了很疗愈 到最后它会回缩一些 烤好出来立刻清正 看到吗 顶部是有弹性 而且没有指纹的 烤好需要立刻脱膜 现在撕开烤纸 哇 非常的疗愈 有看到它非常的细腻吗 那个蛋糕组织是绵密的 而且会晃动的 非常可爱 那么底部呢 巧克力力已经垫底了 不过底部是没有布丁层的 把它们反过来 我们的巧克力 古早味蛋糕就做好了 非常的细腻 而且上面有巧克力力 布子 轻轻的这样子 ZIG ZAG的方式 来把它们切下去 拉开蛋糕来看看里面 好不好 哇 里面的组织也是非常的细腻 会晃动的 非常可爱 这个蛋糕我也是做到第七例才成功 第一个面糊呢 因为蛋黄糊被冷气吹干了 所以呢 没有及时用热的这个牛油来烫面好 所以变得浓稠了 这样子蛋白霜会消泡 就不发 而且底部会有布丁层 那么第二个呢 为了使巧克力夹心在中间 我的面糊加了很多面粉 可可粉等 这样子呢 也会导致浓稠 蛋白霜就开始消泡了 所以烤出来的蛋糕顶部 是有皱纹的 因为起泡 而且组织像扎实的巧克力蛋糕一样 巧克力夹心还是沉淀了 接下去呢 我用了冷冻的巧克力 chocolate ganache来做夹心片 把夹心片撕小片 或者是用表的方式 通通一样 还是垫底了 而且呢 chocolate ganache 它的油会分离 导致底部有一点点的小布丁层 那么到最后 我做的这里蛋糕呢 用巧克力来做夹心 它就不会有水油分离的状况 所以底部是没有不丁层 最高 最会晃动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你们要巧克力力 不要垫底 可以尝试在巧克力力 先预先撒上一些粉了 再把它们丢下去 现在我们要来尝试一口了 上面可以看到巧克力力 嗯 好像云朵一样的细腻哦 看到吗 下面的巧克力融化了 看起来很可口 搭配个融化的巧克力力 还有可可粉的味道 非常香 撕开来看看竹子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细腻的哦 而且呢 它有很高的水分 这个蛋糕 非常的会晃动 会回弹 而且呢 下面 还是有很多的融化巧克力 看了非常可口 希望你们尝试做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